女孩不停哭泣 焦急的妈妈想帮忙却无能为力 Lydia,你会痛苦,亲爱的 I can't kill you I can't kill you Lydia本来身体状况良好 突然罹患一种 100万人里只有1人才会感染的罕见疾病 称为急性无力脊髓炎 患者一开始会出现呼吸系统病症和发烧 接着感到四肢无力 严重的话可能会瘫痪 影响肺部和神经系统 美国在2014年开始出现急性无力脊髓炎确诊病例 但是最近患病人数比往年更多 经过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调查后 127起疑似病例中 已经有67起确诊 是去年的两倍 但这种病本身不会传染 而是外界病毒引起 目前医师还没有办法能完全治愈患者 只能提供缓解症状的药物和物理治疗 医师研判最可能造成急性无力脊髓炎的病毒 应该就是肠病毒68 或是其他与小儿麻痹类似的病毒 为了预防外界病毒感染 除了施打最新型小儿麻痹疫苗外 良好卫生习惯和勤洗手才最有效 大海新闻 郑于轩编译